原本只能在七个人的乡行车 被警方拦下后 却发现多了一个人 车主还解释 只是多了一个小孩 希望警察通融通融 车主被拒绝后 竟然赌气把八岁女儿 留在高速公路上 开车扬长而去 等到警方打电话来联系 要求他把孩子接走 致命离谱的父亲 早已开到前方的休息站 甚至拒绝折返 反抢警察除非把孩子 送到自己身边 不然就要把车开走 那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要上来就上来 不要上来我就走了 你就给我送到江苏来 我下次跟你讲清楚了 无情对话 让现场的八岁女儿 听到后委屈痛哭 模样让人看了好心疼 如果警察就是 不反对前面的话 妈妈就折了 我也不敢问了 同样是抄载 这一家三口为了躲避检查 竟然把孩子藏进小货车 后方的密闭货柜 甚至还准备棉被等用品 让他过夜 危险又夸张的行为 立刻吃下一计罚单 抄载的女童也被警车 护送到附近警局紧急安置 记者唐一全报导